好的,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那最後兩關,艾米塔級的劍職博物館和我羅浮宮 專打手稿的最後的關卡都已經出來了 那一樣,我雖然知道因為羅浮宮出來 很少不會有太多人去打劍職關 那或者是要打的人可能都已經在數十關打滿打好了 但是,對不對,DA一定要品著服務大家有始有終的精神 所以我們還是照著順序來介紹一下吧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劍職的美術館 那劍職的美術館部分呢 呃...如果你全部用活動配布的四星三星來講的話 是有一定困難會產一部分血 所以我先用一個稍微比較穩當的隊伍來示範一下 那大概是這個方式 那其中你只需要一隻 如果你有梅林的話 這個位置,主攻手,第三波的主攻手你可以選的 比如說像是特斯拉啦 呃...弓嶺啦 只要是全體弓、紅卡、寶具都可以 那需要有自從NP至少30 所以像比如說...呃... 像這位的弓嶺啦 寶武、RQ的兩儀之這一位都可以派上用場 那你自己也可以搭配一個... 梅林使用 那你沒有梅林的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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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要自備主攻手啦 然後這邊的這一位,欸這個...聖誕阿提拉 三技要不要練...呃...主要練二技就可以了 二技練高就好 那一技要不要練看情況 看你有沒有其他前面兩位需要填充NP的狀況 如果需要填到20你就必須練滿 沒有的話不練也無所謂 那小黑三技也是似乎你的...阿提拉的狀況而定 對,所以反正就這個護匠搭配啦 NP只要湊得滿100就好隨便你 那基本上是可以全加成的 這兩個位子你一樣可以換成這個...顯靴耶 但因為我還需要一點點的萌娜麗莎圖 所以我就這樣帶了 那50NP的話我會給金閃 然後...小黑的話就給他一張30NP 一樣用換人禮裝 好,那我們開始吧 好,那第一波呢...三隻的小兵 那這邊如果你想加速的話 你是可以用...呃...那個...大英雄 欸,直接炸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全加成就得用平砍 自己決定啦 這個我就不講啦 因為這個沒有什麼差別 那第一波直接梅林技能全下 欸,全下 然後英雄塑造英雄做成給我們的金閃 那金閃的領袖氣質先不要丟 我們先把後背的這個阿提拉換上來 好,然後再開下去 那基本上這樣的話 就直接就可以清掉這三隻了 因為畢竟三隻都是公職不太會有說 呃...今天的...沒有克制導致傷害不夠的問題 好,第二波這隻20萬血的守護者 就麻煩阿提拉 給這個...小黑 欸,2技丟到他身上 那1技的情況如果有人NP沒滿就補一下 如果NP你自己已經練得足夠了 就直接上吧 那小黑就是2,3技 直接開 好 那這邊如果小黑有EX可以串EX 沒有的話呢 就配金閃的紅卡吧 因為還記得嗎 金閃剛剛有拿到英雄做成 所以金閃的紅卡傷害很高 那基本上小黑打完 應該是剩差不多2萬...到3萬之間 2萬吧 1萬6更低了 好,那基本上金閃再把它收掉就可以了 有EX也可以串EX 來多拿一點星星 好,然後剩下就沒什麼好說了 欸,技能全下 那一樣講如果技能不夠的話 你一樣這個就補上去 那我們這邊夠就無什麼躲位 好 好 好,你可以看到打在德翁身上是27萬 這是超級易傷 所以嚴格來說 寶2應該就夠了 我覺得寶2寶3應該就是夠了 對,那這個是我覺得比較... 呃...穩定的方式 同理可證 這個位置如果你自備梅林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把這個 攻擊位換成像是弓靈 當然寶具等級也是越高越好啦 不用寶5啦 你看我剛才證實給你看金閃 大概寶2應該就夠了 我覺得搞不好寶1就可以了咧 搞不好連寶2都不需要 嗯,搞不好金閃寶1就可以了 真是丟 好啦 那如果你要用梅林的話 基本...呃...對不起 如果你要用弓靈的話 就是一樣 特斯拉也是一樣的做法 沒有什麼不同啦 基本上一模一樣的動作 只是讓你們看一下說 呃...這個... 傷害的部分而已 對,要這個地方丟出來 那這邊就看你自己想要... 怎麼... 配合了 好,然後這邊記得 讓弓靈的3技先開下去 那這個打法呢 最大的好處就是在於說 那當然這整套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必須自備主攻守這件事情 或者是需要至少自備一隻梅林 然後...可能還要練個阿提拉的技能 這樣子 那不然...就...沒什麼... 我覺得沒什麼明顯的缺點了啦 對 好啦,然後這樣子就可以一炮結束這個遊戲了 好,欸...也是一炮,欸...相當穩確 57萬,所以相當於一隻大概可以打個... 18... 19萬 對,19萬 那可能需要...確實需要寶具等級 要比金閃來得高 因為...少了那個特攻嘛 嗯...就稍微比較...需要一點點 但是也沒有問題 如果你可以找到這樣的好友的話 再來就是一個更高配的情況 如果你今天真的懶得換人 你也不想說要換人還要按那個技能 好啦 那因為我的小黑 基本上我沒有多的一張圖滿的險學 所以我就先隨便用一張聖夜晚餐代替 然後...金閃配圖滿險學 然後隨便抓一個好友的寶幾弓靈圈叉之類的 然後配上這個 然後獄竹禮裝就選加20NP 就用這個方式 嗯...然後你這邊你高興你還可以再換上一個... 一個EX直接,欸...來增加掉落手稿 這樣的話,基本上算是... 比較高配裡面算是最快的方式了 嗯...那一樣 兩個都開下去 好啦,再把敵人收掉就可以了 那這邊呢,欸...就交給我們的小黑來解決 那如果你不放心,你當然就都可以選這個... 這個我們的...紅卡 欸...紅卡的傷害比較高 OK,解決掉了 那如果像剛剛你覺得傷害很危機的話 你可以把紅卡放第一張,欸... 那這樣可以增加後續的卡射傷害 然後這邊就... 隨便...高興怎麼開就怎麼開吧 啊... 超過的 超過的 GATE OPEN 好 那這樣也行 基本上這樣就是 只是這樣的缺點就是 因為你會算說 因為一休塔寶具很高嘛 才能一次擊殺 那如果一休塔寶具不高 那金蟬寶具也不高 就兩個人串起來 剛好擊殺三隻啦 對,所以這個 因為這兩個都寶母 所以我知道 畫面看起來沒有 沒有那麼堪考性 但是理論上是可行的 對,因為我也不能降我寶具嘛 那這個方式唯一的缺點就是 你必須看兩套寶具 但好處是 你不用換人 然後基本上 看你自己啦 或者是 如果你今天輔助真的辦滿了 你不想用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式 最後呢 如果你真的說 我都沒有 好的攻擊手 我真的一定得 就是說 用四星以下的攻擊手 呃,我之前是選用了這個組合啦 可是這個組合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加成 呃 比較少的狀況之下 小黑有可能 機率第二隻會比較麻煩一點 再來就是 信長在第三波是沒有辦法 直接擊殺對手的 對,我講的情況是在 如果今天信長裝這個險學的話 所以我決定 在我實測過後 信長打不死的情況之下 我決定直接用聖夜晚餐 犧牲一個加成位 看看有沒有辦法做到 也就像我常講的一樣 如果你今天真的犧牲一個加成位 可以更穩更快的話 這件事情 絕對 對我們來說是划算 又方便的 好樣子 第一波 基本上就是 飛得技能全開了 欸 要兩套全丟下去 好,那這邊就交給小黑來處理 好樣子 最好的情況呢 還是用這樣的方式 傷害會是最高的 如果你不能保證 寶具打完 一定可以擠得掉 剩下的血量的話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不穩 你也可以提早把這個梅林的三技放給 讓信長的紅卡來做爆發 也是一個辦法 其實我有點忘記他有沒有神性了啦 我印象好像是沒有 不過沒關係 你就當我開爽的吧 呵呵呵呵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即便我配上了聖夜晚餐 在這裝禮裝 在孔梅的威能之下 也還是很勉強的 欸 擊殺了3T內擊殺 因為事實上 你如果看頭尾的血量一樣 是有機會兩隻都殘血 那就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這只是一個參考 如果你今天真的 呃 你沒有很好的打手 我會建議 呃 信長跟這個 這個 小黑還是很好的選擇 因為信長再怎麼說 寶具自帶騎乘特攻 那另外一隻德翁也是有騎乘的 所以是OK的 那至於我們剛剛面對到的這個 阿福的話 欸我們面對到這個阿福的話 他也是有這個騎乘 所以至少兩隻都可以特攻到 傷害還是顯得算是不錯的 只是說 有沒有辦法穩定3T 大概最多就多一回合也是OK 好啦 那本次來講 介紹大概 就到這邊 因為 其實說真的 因為公職很多能自衝NP的人 其他像是我講的特斯拉 金閃拉 然後 這個 伊斯塔拉 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 如果你想要抓到打手 自己出一點輔助 我相信 相對其他關來講 不會太困難 而且傷害也都算足夠 好 那我們就等待下一隻的這個 羅浮弓箭吧 掰掰